已经到成都了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钟 现在在过马路 现在到了这个点 大概都是下班的时间 成都和北京有什么不一样呢 感觉这里还是说不出来 一个人工作 然后从北京早上出发 到现在到成都已经黑了 一天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真的很希望我的新妹妹 能看到这个视频 多鼓励一下她 她也马上大学毕业了 现在真的很迷茫期 希望她跟姐姐一样 行动起来 不要怕 刚刚回到成都 还是去买一点东西回去 茶室里面去 突然走到这个成都 小吃特别多 想吃狼牙土豆 有没有想吃 来 走 找一哈 太遗憾了 这个狼牙土豆关门了 下次再来吃 现在到这个山坂里面来逛一下 有没有需要买的东西 待会我要去捡个头发 你期不期待我的新发型 好久没经过城了 这些东西都看得走 一些甜甜 太大浓生的 看不到 超市里面逛 左看右看 买点啥好呢 这个看着好吃 但是我觉得 还是去买新鲜水果 到处砍一砍 我最喜欢就是核酸奶 是什么地方 两道爱好 应接不暇的水果 刚刚选了一点商品就是水果和酸奶多 接着回家 还要去去捡个头发 现在开始接上了 看到那个菠萝 我现在还没到家 我就想吃了 现在把菠萝打开了 今天小小的放松一下自己 因为坐车多久了 心动嘛 今天小小的放松一下自己 大家有没有想我呀 现在天已经飞了 一个人 然后我回家